欢迎收看理财达人秀 台股这两天真的好强哦 我们看到美股已经连黑三天了 但是台股只有在礼拜一做反应哦 这两天都是收红的 尤其今天还大涨了141点 而且不止美股的利空耶 其实两岸的情势今天也有点紧张哦 金门的上方有中共的无人机 加上深圳也在进行风控 很多的台场也在那里 好像我们都不动如山哦 今天我们请教到K线之神 朱家宏老师来到现场 朱老师要来教我们了 到底台股为什么可以这么强 事实上以形态来看 还没有正式走多哦 但是操作没有您想象中的难 今天会告诉你一些小Pepo 手上有股票的空手的 其实都有很好的策略可以做 另外小哥今天来到现场哦 他要来告诉大家 他好想去日本 但是日本现在到底有没有开放自由行啊 他叫做团进但是不用导游 这对我们的航空股真的带来利多吗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不用导游哦 还有呢 宏远头顾哦 没想到现在争余放弃货柜三雄了哦 把他们的平等从买进降为中立 可是之前我们知道面板股也在大家看空的时候筹码转好 小哥也来分享咯 货柜三雄会不会大家都放弃他们的时候筹码也有机会转好呢 好 这种时候一定要来请教德高望重的朱老师了 怎么说台股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每天都有利空啊 每股连三黑我们就黑一天立刻两根红K棒补上耶 哇 怎么会这么强 而且又不是说台股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大力多 我们还受到很多很多的威胁哦 包括这个台湾的领导首次已经对这个中国的无人机开火 事实上两岸情势今天是紧张的 很多军工概念又开始大涨 这种气氛下台股继续拉耶 还拉尾盘 因为今天是MSCI的调整 生肖日台积电小拉尾盘哦 中场就这样大涨一百多点 再来深圳 哇这个大陆的风控 地大雾大哦 就是这样 从南风到北 从北风回南 开始绕圈圈了哦 就是不会停 深圳已经出现这个BF15的变异株 好可怕啊 照我来说这边也是我们很多的代工重镇 所以台湾的厂商明明就受到影响啊 之前富士康也被要求停工啊 好 怎么搞的台股都不反应 好 今天看到咯 我们之前跌破季线一根大长黑 这两天又把它收回来了 坦白说很难做耶 投资人觉得万五上下证 如果手技术现行一下要停损 一下要买回 到底该怎么办 好 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金门这个事情 大家也知道我是在军中服役 是 上校退伍 对 我在金门待了大概两年多 民国62年 我刚毕业就到金门区 62年 好早哦 对对 那时候金门还有炮战 就是比这个严重多了 这个只是无人机而已 那时候还有炮战 朱老师有历经过金门的炮战 有有有 单打双不打 年纪大一点应该都听过这句话 那个时候其实是这个823炮战后来延续的 延到后面就变成单打双不打 双方就有一点默契了 就没有每天打 然后慢慢就没有了 就不打了 所以以这个金门的这个事件来看 这个我想应该这只是一个无人机的骚扰而已 真正的作战的无人机不是这个无人机 这个是我们平常大家在这个什么青年公园都会看到的 这是这个玩 类似游戏的这个玩的无人机 或者是空拍摄影的无人机 空拍摄影 对对 当然来干扰进到我们的领空是应该要处理的 因为它不是 它是从外物外面来的嘛 这个本来就是应该要处理的 但是应该这个事态还不会很严重 对不对 各位看前两天美国两艘军舰通过 对面没反应 对不对 那这个小事情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没有那么紧张 那大陆的封控 现在大家也习惯 我讲很多事情第一次最恐怖 那后来大家也就习惯了 不过还好就是它是局部的 它不是全国一起封的 就这边发生就把这边控制嘛 因为中国大陆地方太大了 如果你不控制它变成全国的话 那就更麻烦 那全世界的供应链大概全部都断 当然短时间一定会有些影响 不过我们的台商也不是吃素的 台商也不是塑胶 他们在大陆已经绝对不是一年两年 尤其对大陆这些政策 台商是非常了解 因为我也有一些学生是在大陆做生意经商 他们很会应付这些 以前大陆我记得就算很太平的时候 他也会叫你停业的 比如说这个习近平要到上海来视察 他就会通知八大行业全部停一个礼拜 你也是要停啊 之前要拜一些国际赛事 也会叫工厂停工嘛 很正常嘛 你就不能做生意就停 所以大陆的老百姓对这个已经很熟悉了 因为他们的制度就这样 所以我相信台商一定会有些应对的方法 因为也不是第一次碰到 所以大家应该也不会影响太久 我的意思是说不会影响太久 真正影响我们台股的实际上是美国的经济 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中心 美国的经济如果按照很多讲说 预判都会衰退嘛 如果真的衰退 就我们去看数字嘛 如果数字报告真的衰退 那美国就有可能会有一波下跌的行情 那这个才会影响到我们的台股 好 朱老师你讲到一个重点了 你看两岸情势 我们由标股上校来帮我们分享 总经期是其实沐皇哥这两天帮我们分享很多 觉得最恐怖的事情可能过了 但是如果美国继续衰退 经济往下走 为什么台股这么强 其实美股已经跌三天了 我们如果要跟 我们也应该至少跌个两天吧 对 所以我们的台股 各位注意几个点就好了 我们常说看事情就看几个关键 那几个关键的位置 第一个我们的日线短线 星期一的这根长黑 多头已经确认了 因为它也跌破月线 空头确认 空头确认 它也跌破月线季线 那我们在操作上就要保守一点 好像这个盘不太理想了 那昨天休息一天 那今天拉了一根 今天拉了一根站上了季线 但是季线还在往下 对 那而且不要忘了 星期一这根长黑 它还有压力在那里 因为星期一的长黑 大家被美股吓到了 所以当天有出量 有出了两千多亿的量 所以这里有人被套牢 两千多亿在这里 所以短线上我们应该 还是一个震荡盘 那我们下面的几个关键点 那为什么昨天前天就不跌了 因为这边有一个支撑 14890 这边在上次跌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支撑 那短线上看起来 它已经撑住了 因为今天红K上来了 所以它撑住了 那可是趋势还没有改 趋势是一个空头的反弹 那各位一定想说 那反弹什么时候才会转强 就是我刚刚讲 你把KK突破 这根KK如果一突破 那它就转强了 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突破黑K 是不是就上月线 也过前高大概也就过了 那你的趋势就改了 就变头头高 因为现在反弹还没有头头高 它还是底底低 头头低 所以如果明后天能够继续反弹 当然最好 那有没有机会 当然有 那就看美股 因为美股已经跌三天了 那美股跌三天 也容易止住了 如果它指的讯号比较强的话 比如说很长的下引线 或者是中长红K 大涨一趴到两趴 那我们就很有机会 再继续往上走 那现在大家遇到的问题 就很简单了 到底能不能做 其实选股不选市 我们好久以前特别提醒大家 是过到万五附近 真的就是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去的一个状态 选股就对了 没错 那现在的状况 大盘大家都比较没有很有把握 对不对 那现在就很简单 你就看你手上的股票 大概就分两类 一个就是你有买股票 还没有卖 对不对 很怕吗 这个大盘要跌怎么办 那一个就是我空手 那今天这么强 那可不可以买 大概就这两种情形 在股票市场大概就这样 永远都这两种 你有股票跟没股票 对好 那我今天就把这两种情形 给你分开来说明 你大概看你有没有 你就自己心里有数了 第一个就是你有股票的 那你有股票就表示 大盘礼拜一大跌 今天涨 你都没有卖 对 你有股票吗 我凹着 那你为什么不卖 我凹单 不少了 那一定你的股票比较好 对 如果我手几率我还抱得住 一定就比较好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股票 比大盘强 对啦 太多了 那升级股就不谈了 那升级股就都不下来 今天防疫股也来一波 对对对 那个什么合一啊 都变成那个观景币 超级标股 分盘交易 对啊 那如果你真的按照我讲的 你有股票的 你延五日均线 没有跌破 你就不要卖 那你这些升级股都没卖 因为都没有跌破 没错都没跌破 一路飙上去 对吧 就这么简单 那你如果你做到别的强势股 也一样啊 别的也有很强的啊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举例 你就不要卖 都不要卖 那你什么时候卖呢 那就跌破五均就卖 等于做短了 对 如果你有股票就这样 跌破五均你就卖 也许大盘不一定跌哦 对 但是你的股票因为前面比大盘强嘛 对 所以它要回来修正 所以你就跌破五均卖 就这样啊 所以我们以 如果你还续报的 就是现在还在五均 沿着五均走的 对 像同志啊 巨翔啊 台办啊 金星车 也是一样啊 就是沿着五均 对 不管你昨天怎么样 它都涨 它都沿着涨 这个就是我们用技术分析操作的这个优点 以产业来看也对啊 有车用嘛 有IP股嘛 因为你有一个产业嘛 它才会反映到你的技术面嘛 就是这些股票人家愿意报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跌破的 像今天的汉磊就跌破了 那你就先走一趟 先走 不过在这里你就说 如果你卖掉的股票 你要不要赶快再去买 很多人都问 跌破五均了 又占上五均了 就来回做 就发现好像赚不到钱 因为很简单 你卖掉了你就变空手了 对 那空手就下面了 空手请往下一格 对 假如我卖掉了 我现在就变空手了 好 那空手我就告诉你怎么做 空手朱老师会建议 不见得要买回原来的 不见得 他可能会震荡嘛 对 我们来看一些更有希望的 你现在变空手了 变空手了 或者前面不敢追 哇这些怎么一直涨 你说空手嘛 好那很简单 你第一个 你的资金水位三成为限 是 因为你空手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还有两成的资金在股票 但你卖掉了 哎 我又有一成资金可以用 就说我们的资金就三成为限 那选多头股票 现在还是选多头股票 这样OK吗 那第三个 沿着五日均线操作 然后呢 停损 你买进的最低点 做停损 那这样你就可以再买 再做 比如说我们去锁股的 加金啊 全新啊 细状 假如你空手 你就去等这些股票 那我这边有写一个 你要选择多头的股票 你不要去选那个空头股票 然后再来 你要沿着五军操作 朱老师好强调五军 就是这段时间都只建议做短线 对对对 这段时间不鼓励大家做长线 我们刚刚讲的同志 同志各位看 这是不是沿着五军 那比如说像前几天 哇一个长黑 那你就按照五军嘛 没有跌破五军 那你现在是不是又开始了 股价又往上跌高 但是我这边要强调 就是你的买点 你的买点 你不能买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五军已经涨了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你不要在这里买 这个很大的原则 不要去追已经涨三天以上 最主要因为你是做短线 短线你去追高 几乎是赚不到钱的 好那你如果在这买 或者在这买 那你就沿着五军报就好 所以这个就是手上有股票 而且还是多头 又沿着五军的你就继续报 报到它跌破五军 那第二档我们刚刚讲的巨响也一样 巨响我们就来说用 有时候同学说 哎呀五军好像获利很少 但是你想想看大盘跌 你还能获利 你在股票市场已经 应该偷笑了 已经赢过八九十%的人了 对对对 你应该偷笑了 好假设我在这里买 这已经买到 它有跌破五军嘛 那我再买回来 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在获利 对不对 那你就沿着五军座 你不要去想太多 那有可能你沿着五军座 它走着走着就变二三十%了 那也有可能明后天就跌破了 所以你就因为你是技术面嘛 你就该卖就卖 该买就买 你赚多少就算多少 在大盘的操作上 你能够稳健的获利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低档转强 底部转强的 底部转强 像今天这个大盘就出现了一根大量 大量耶 那当然多头要先确认 今天全新稳貌都有这样的现象 多头都已经确认 就还有一个均线要做好 对不对 它的月线已经像了 好那这个股票很简单 因为你再往上 这边有一个压力 这边头部这里有个压力 因为这里有个大量 这个大量在底部 那这个头部 那可是你明天去追 好像又不太是 又不是我们进场的位置 可能要看一下筹码 对 你就稍微等下一波 因为这个很低嘛 并没有涨到很高点 所以即使后来回来再买 你都还属于相对的低点 还没有买到这么高的高点 也就是说你还是有获利的空间 所以这种股票 如果你空手的 你就可以锁 那如果你今天买的 那就恭喜你了 你就沿着五军嘛 所以我想应该任何状况 你都有一个依据可以去操作 都不要太慌 不要被大盘给吓到了 那这支股票大家也一样 第一个要确认是多头 第二个均线多排 第三个跟刚才一样 底部都有爆个量 这边有爆量爆量 那这支股票其实也很好数 因为看起来这边有震荡 这边在震荡 对 在震荡 那你就把高点划一条线 收盘红K突破 它就出来了 我们就等了一根 那其实这个跌下来 是星期一大盘大跌的时候 把它拉下来了 对 它其实那天也没跌多少 而且它当天就收红K 所以你看这两天它又站上来 所以它还在维持 这个上涨这边横盘 然后等突破 那我们就去等这个突破 所以不管大盘怎么样 各位在操作你的个股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你应该都还可以维持一个获利的状态 所以朱老师特别提醒大家 看起来我们这两天比美股强很多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因为之前美股非常非常强 所以这一波我们当然伤的可能比美股少一点 可是礼拜一的长黑 还是有影响的 它已经让整个盘势看起来是往空方走 所以最近可能会是这样震荡震荡 朱老师说震荡比较好 因为就选股不选市 而且很简单 五日线 五日线我们就守五日线 做一个短线上的操作 空手的人找低档转强股 你买起来也比较不会怕啦 那广告回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航自备现在的筹码到底怎么样呢 因为红远头顾竟然已经看空货柜航运股了 可是今天货柜航运股是留下下影线哦 到底前景真的那么差吗 大户有没有青睐货柜航运呢 另外呢飞高高的航空股有望受到日本哦 解除这个团客限制的利多吗 广告回来分享给你听咯 好今天天上飞的跟海上飘的哦 各自有不同的消息哦 我们的货柜航运之前红远头顾挺到不行 但是呢终于出报告 认为这个运驾会持续大幅滑落 决定看空这个货柜三雄了 到底是这样吗 因为之前面板股被看空的时候 筹码是转好的哦 所以今天小哥也要来讲了 当被看空的时候 筹码到底是怎么表态的 另外天上飞的会受惠什么呢 日本宣布咯 没有导游的团可以去日本咯 什么叫没有导游的团 小哥有研究 因为小哥正准备冲日本夹娃娃 好所以今天天上飞的 海上飘的都要问你了 我们先看海上飘的好了 因为红远终于不停了 终于变现 但今天货柜航运算强 到底是不是他们讲完就利空出境 常常都这样 哪有人在低档你给他调降的 之前200块一直说到400块 要嘛你就高档调降 让人家好下船 跌到80块了 还调降 都变幽灵船了 对啊这太狠了 好那我们看航运总司令变新了 全球货柜航运 运价真的蛮恐怖的 那SCFI在上礼拜跌了8% 崩跌 跌8% 那这个红远它一向以来都是货柜航运多头的总司令 好那它这是同步调降货柜山雄长龙阳明外海的平等 对 从原先的买进降到中立 中立 中立就等于是不看好了啦 就不看好了 可是这跌很多了 跌很多你还不看好 那你就要在船上的人情何以堪 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之前就跟各位讲了 货柜航运在200多块的时候 其实它的筹码还有它的权证呢 权证大户有人大幅出托嘛 那股票的筹码呢 这主力呈现卖超 散户呈现买进 看起来呢筹码就不大好了 那这个货柜航运这样子 这个红远这样子调降 可是国内航商 却有不同的讲法 国内航商第一个讲说 这运价虽然跌啊 但是呢 忘记不忘 装载率人储高档 运价跌无需太悲观 他说的是现在 现在他还有运量 但是未来喔 未来他的运量 我觉得未来的运量也会下跌 为什么 我们从报价就知道 通常是这个没有了需求 价格才会往下掉嘛 所以等到后面 你看到价格也掉了 是 量也没了 那时候他的货币航运的营收 大概就会很惨 不过这些 你必须要在很早之前 就预想到了 你等到现在已经跌一波了 这个万海已经创新低了 这时候你再说要调降 这时候跑了 你都有点太慢了 我看到有些人的这个报仇率 今天看到在网站上有人 po他的货币航运的对账单 一赔赔了6-70% 这个多单赔6-70%还真的蛮少见的 那比较恐怖的是未来的运量 当运量也下跌的话 那货币航运呢 你就会发现 他的营收 就会呈现首度的YOY转付 当你看到YOY转付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大概也跌很多了 但是我必须帮货币航运讲句话 当年跟面板股一样嘛 对不对 报价持续往上涨 他们的运价一直往上涨 所以当时两个就一起往上涨 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景气循环股 你不要看见面板股 人家已经亏钱了 什么YOY转付 对不对 营收什么都已经摔到哪里去了 还要搞减资了 当然货币航运也有减资 大户现在是买面板 那难道航运没有价值吗 航运还没有亏钱 我觉得面板跟航运有点不大一样 怎么说 因为航运是从十几块涨到两百多块 现在回来还有八九十块 面板从十几块到三级 又回来到十几块 大家会觉得说 搞不好下次也有机会到三级 所以这个货柜跟面板 他们的涨幅没那么多 货柜涨了20倍了 那这个货柜山用招降品 其实最近的筹码来看 主力各位来看 主食是负的 代表说长期主力呈现卖超 那外资连买只有长荣买一天 阳明万海都是连卖三天 那投信在长荣跟阳明 连卖两天 然后万海是连买十一天 买很多 对 这个投信对万海比较好一点 好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他的筹码 好 来看第一个 2603的长荣 对 各位看一下 其实在高档的时候 他的主力筹码呢 也就不大好了 对 都持续性的卖超 那外资呢 是在这一区间呢 比较大幅度的卖出 对 所以这边呢 走了一个 也有点像这个主跌段 那主跌段后面呢 又开始打底 那投信呢 最近呢 这个也有开始转卖 那分点呢 也没有什么波段分点买进 那只要有买呢 都是隔日冲 或者是很短线的 等于是即使洪远 他在这么悲观的时候 就是跌那么多的时候 出悲观的报告 但其实筹码 并没有像面板一样 有人来捡便宜 并没有 那第三呢 是2615的万海 对啊 投信买11天 万海呢 投信买的比较多 不过买的量 其实都不多 跟外资比起来 外资是狂卖 对 投信小买 投信这样套牢 对 套牢 那这个外资卖的量 还是特别大 那万海呢 还创新低 对耶 今天盘中创新低 对 今天盘中创82块 新低了 好 那YY呢 在上个月只剩下17% 对 那之后呢 很有可能是转付的 台湾投稿已经连两个转付了 对 所以我觉得货柜行李三雄 当有一个YY转付的时候 那时候手上有持股的人 大概心都碎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之前你有教我们嘛 例如抢地盘股 反弹的时候卖掉它 对 或者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利空出境 大户进来 对 货柜三雄我们要怎么观察 如果手上有的人 现在砍也怕砍在最低点 我觉得还是反弹找小培 不过你可能小培也找不到了 小培对人照 可能要去找中培了 因为现在有的人是大培 手上是大培 因为从筹码面来看不大好 基本面来看好像也不大好 那这样长容减资要不要参加 长容减资要不要参加 这个问题太多人问了 那减资后到底怎么样 通常是这样子 只要是公司不好的减资 后面通常都很惨 那公司假如不是不好那方面的减资 后面怎么样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长容的筹码不大好 不大好你要摆一段时间 万一这半个月期间 外海洋民都在跌的话 那长容会补跌 那相反的 外海跟洋民 假如这段时间大幅反弹 那长容会补涨 大概只能这样看而已 好吧 那我觉得你参加减资有个缺点 就是你看到 洋民跟外海在跌的时候 你很想卖 你没得卖 这是比较恐怖的事情 简直之后股价会上涨 然后筹码会变少 反而进出上 就不像以前这么方便 也是 对 而且你整体的股数 有的人会变成四价零股 变零股 对 不过现在还好 现在零股至少 以后可以一分钟卖一次了 还不错 好零股交易也会放宽 都是为了我们小资族着想 好海上飘的 看起来筹码真的不理想 天上飞的呢 小哥最近在他自己的粉丝团公布 夹了一个很奇怪的多拉A梦 飞原版 多拉厄梦 多拉厄梦 想要飞日本去夹正版 多拉A梦 到底现在航空股的利多 是不是正式来了呢 今天我盘中有看到这新闻 自由行要开放了 立马把那个下单的手放开 准备要去订那个机票 你知道吗 那结果研究了一下 好像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因为他是9月7号 他说9月7号开始 可以不用跟团 可以不用有个派成员在你旁边 应该不用跟导游 你可以不用跟导游 不用有个领队 可以不用导游领队 但是你买的机票必须要跟旅行社买 他是说是团 但是是没有导游的团 没有导游团 机票要跟旅行社买 这重点 你不能自己去上网订机票 因为他必须要有个保证人 要有个旅行社的保证 你上网自己订 自己订就自己去玩 这样不行 要有个旅行社保证 总之去旅行社买票就对了 但是不用导游 不过今天岸田文雄说的 每天调升到5万人 5万人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进步 之前是2万人 现在到5万人 你知道在2019年 日本全国入境人数这样除起来 平均每天进去几人 你知道吗 8.7万人 就等于还没有疫情前 大概是8.7万人 8.7万人 那这次开放到5万人 蛮多了 已经很多了 已经快六成了 对 不过按照他们这个签证 现在这种 申请签证这种SOP 签证已经排到10月份了 按照这种SOP 一天5万人 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看他们这会不会改啊 之前有落地签啊 对这个制度要改 改成落地签的话 才有可能一天5万人 是 所以各位呢你想去的话 可能你要等到改成落地签 比较方便 是 好 那我们看 这个日本放宽边境限制 允许非旅行团外国游客入境 但是它事实上还是有些 还是团啦 条件 有些条件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 那这么好的状况下 会不会肥了这些航空公司呢 其实航空公司的股价很绵 对 跌也没有重跌 涨也没有大涨 首先我们看2618的常罗行 是 上回高点在37块 对 然后呢最近呢 又回到34块 对 而且中间有利金台股 这个大跌 它也是这个样子 股价就卡在这边 对啊 它的筹码其实还不错 哎哟 它的筹码不错 各位看一下 这筹码这边卖了之后 后面又买回来 对耶 那外资呢 外资呢 前两天还有大卖快10万张 投机算小卖 然后分点呢 这边呢有连续的买进 那这个呢 听说跟经营权有点关系 还是跟经营权有点关系 所以长龙行的筹码呢 看起来是好很多 比较稳定的 对 各位看哦 高档到现在大概打9折哦 股价打9折哦 你要不要看另外一台 另外一台真的比较大 另外一台是2610华航 高档呢是29.95啊 低档呢已经跌到21块了 对啊 差很多叶 打7折呢 嗯 操板打9折 华航打7折 为什么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筹码 筹码不稳定 对 主力呢大卖 那外资呢也在卖 投金也在卖 投金最近都不买了 嗯 所以这种解封喔 这种解封 对华航它的客运呢 一定有帮助 对 但是你要知道 最近货运掉下来了 嗯 因为货运现在你可以叫船载啦 是 你不一定要叫飞机载嘛 对 所以呢对他们营收呢 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 各位看 这营收呢好像也没有大幅的成长 因为现在 其实现在很多台湾都出国完了呢 嗯 可是你看到营收也没有大幅的喷出啦 那这我们就看未来的日本开放之后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好 所以从筹码来看 再货的真的比较辛苦 货归航运可能自己都吃不饱了 也不会外溢给航空公司了 现在载人比较吃香 筹码也比较理想喔 至于手上有货归航运的朋友们 现在筹码还没有大户进来捡便宜喔 还是要早点反弹的话 适时的捡码是比较安心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K线之神朱老师 还有我们的全正小哥来到现场喔 朱老师提醒大家 现在大盘虽然连弹两天 但还没有回到多头格局喔 有可能会震荡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叫做选股不选市 其实也很简单 请谨守短线的五日线为你的操作依据喔 其实你不会赔到钱 甚至可以赚到不少钱喔 那小哥帮我们把行字背全部看了一遍 天上飞的在人的 绝对现在筹码是比较有利的 也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好 希望今天理财答案秀 对您的投资有帮助 明天再会囉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最爱你们 而且也最爱开车的赵华喔 今天要来请你们一起来收听我的一个新频道 它叫做赵华与古惑仔 赵华与古惑仔喔 在这个里面呢 赵华每天喔 每天更新 会来回答各位股民的大小事 你们可以听到我最真实的心声 跟投资的心法喔 很多人在问到底要怎样搜寻呢 其实很简单 就到谷狗上面喔 关键字就是赵华与古惑仔 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听到喔 不管您是不是苹果手机的用户 都可以一起来收听 每天更新 赶快来听喔